现代人压力大 罹患忧郁症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而有些人可能会以为 忧郁症的症状就是心情低落 但是国内有医院的研究团队发现 部分身体的症状 其实也跟忧郁症有关 这其中包括了长期疲倦 失眠还有身体疼痛等等 在罹患忧郁症的前后 这些症状都是警讯 不能小看 熊门心悸肠胃不适 长期下来如果不能改善 可能就是忧郁症的前兆 精神科医生指出 忧郁症常伴随着身体的不舒服 过去传统的量表都比较强调 是心理的情绪状况 但研究发现 包括胸闷心悸肠胃不适 肌肉紧绷 头痛背痛等等的身体现象 都可能跟忧郁症有关 有国内医院研究团队 追踪135位忧郁症患者 两年后状况 发现磷患忧郁症的前后身体症状 比情绪症状更难治疗 因为忧郁症有部分是与脑部神经传导物质失调有关 例如血清素和肾上腺素失调 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症状 但往往被忽略让病情恶化 我们人的脑是用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来传导 当你神经传导物质不平衡的时候 它很多资讯的处理 或是在一些整合过滤里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医生也表示 就算不是忧郁症患者 但身体因生活压力而长期出现了头痛和肌肉紧绷等 如果没有释放压力和治疗 之后就容易引发忧郁情绪 因而罹患忧郁症的几率就升高 慢性头痛的患者 几乎每天都在头痛的患者 几乎有将近到一半 它就符合到忧郁症的诊断 也就是说那些天天在头痛的病患 它有很高的比例 它可能有忧郁症或焦虑症 医生表示 很多患者觉得情绪改善了 就以为痊愈而自行停药 不知道失眠和身体疼痛 也是忧郁症的症状 除了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外 也可以透过适当的运动 帮助释放压力 改善身体状况 预防忧郁症的发作 记者沈小青 庄志诚台北报道